这个男人有一双神奇的眼睛 这个金发美女上一秒还朝他笑 下一秒就变成了面目张宁的怪物 没错 男人可以看清隐藏在人类外表下的超自然生物 清晨 一个红衣女孩在林间晨跑 在经过一个拐弯时 突然一个人形玩偶吸引到女孩的注意 女孩四处张望没有看到人 好奇心驱使她上前捡起这个诡异的玩偶 就在她疑惑这里怎么会出现玩偶时 一个神秘的飞雨飞速扑了过来 紧接着树林中传来了 震震野兽的嘶吼声和女孩的吵叫声 没过一会儿 叫声嘎然而止 只留下了一个还播放着音乐的随身听 接到报案的警察闻声赶来 而此时的现场只留下了女孩的部分残肢 而其他部分均消失不见了 通过勘查案发现场 发现到处都是被撕碎的衣服 从一只遗留的女士运动鞋得知 警方初步推测死者应该是一名女性 从残肢的撕咬痕迹来看 大家都推测是野兽作案 但现场却发现了一处男性谐音 已经女孩遗留的随身听 这让整个案件变得扑瘦迷离 然而就在尼克他们拿着证物回到警局时 尼克却看到了一个男人变成了可怕的舍坏 尼克整个人都惊得亚麻呆住 然而当他再次看过去时 那个人又变成了正常人 为此尼克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就没放在心上 直到姑妈的到来才让整个事情发生转机 姑妈借助一个拥抱帖尔告诉尼克有话跟他说 紧接着两人就走到了外面 姑妈开能见山地问尼克 姑妈表示家族的厄运已经传到了尼克身上 就在尼克想要问清楚什么厄运时 感觉到危险的姑妈掏出了拐杖里的匕首 突然一个长得怪物灭火的男人出现袭击了他们 年迈的姑妈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就在怪物想要杀掉姑妈时 尼克及时开枪打死了怪物 而死去的怪物也慢慢地变回了人形 姑妈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扯下脖子上的项链地点尼克 让他务必保管好 紧接着说出了一个隐藏多年的真相 说完便晕了过去